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章,习坐26回 第一集它说,两个金属板之间相距多少?相距1.2公分 那内部电厂强度是多少?25kV每公尺 那其实你单单看单位,你就知道,它最后要求电位差 但就单位来看,因为它最后要找伏特,那其实就两个相乘就好了 没有错,所以当然如果我们要用公式的话,公式电位于V等于什么? 等于电厂乘上距离,这很好理解,那顺便复习一下公式好了 所以电厂是kq除以2平方,还有当然一个是 静电力kqq,kq平方除以2平方 那所以我就可以写成f等于多少?f等于 q乘上1,电量q乘上1 或是,因为我这边是写大q,我就把它改成大q 就不要小q,大q,电量乘上电厂1 那再来,电位能还有电位 电位能是kqq,kq平方除以2 那电位大小就是kq除以2 所以以此去放生出来,延伸出来就很多不同的公式 比如说V,我又可以写成V等于 V等于电厂乘上距离D 对不对? 然后再来,我的电位能 我这边,电位能也可以是什么? 我也可以写成是Q 一样,换大q吧 大q乘上电位V 可以一之类堆有很多很多种 那我就不想详细写太多 所以这里电厂跟你说是25 好,kV除上公尺 那所以我这1.2公分我就把它换成公尺 所以就0.012公尺 所以我就乘上0.012公尺 所以这边k我可以把它 k就是 就是 10的3次方的意思 所以 乘上0.012 那结果就是多少 大约就 等于300公尺 所以计算机按一下就出来了 25 乘上0.012 或者就是300 所以答案就是k 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他说 有一颗带电的小球质量是m 那 他被一条长度为L的绝缘细线给掉着 那电厂大小是1 那 他说平衡的时候 重点 平衡的时候 请问他所带电量数的 首先 我们就要知道 像这个 平衡的时候表示什么 性力平衡 我们先看他说几个例 首先第一个例 mg往下 除了这个以外 静电 在这里静电厂 会产生一个静电力 像这个方向 就是静电力 那最后一个这种 绳子张力 绳子张力可以分成两个方向 就可以分成两个分力 一个跟mg同方向 一个跟静电力fe同方向 好 这边是37度 这里也会是37度 所以 这里就是cos 37度 乘上 整绳子张力p cos 37就是5分之4 所以5分之4p 那这里就是5分之3p 好 他问静电 带电量多少 那就是从哪里下手 从静电力下手 去下手 所以我们先知道说5分之4p 等于多少 等于mg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5分之 t 就会等于4分之mg 那5分之3p 又等于fe 所以我这边就是在写 5分之3p 等于 fe等于5分之3p 那就等于多少 等于4分之3mg ok 所以好 因为他找带电量是多少 ok 静电力我们刚刚已经 任何吗 已经写过了 静电力等于 q乘上电厂1 会等于静电力 所以 这边就知道 ok 整理一下 q乘上1 电厂 就会等于4分之3mg 还要问说 诶 带电量多少 所以带电量q 就等于 4分之3mg ok 那 特别注意 我们都要用 题目有给我们的 东西来表示 所以答案是 b 第二题就是b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好 第三题的话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 看起来很像是 水瓶泡射的 那个云洞 好 首先我们来看 这边有个sy轴 那 他跟你说 他瘦到一个电厂 均匀的电厂 电厂方向向上 可是他会往下掉 表示他是有带负电 因为 带正电就会跟着往上走 然后带负电 那这样往下掉 所以他瘦到 其实你就可以想象 什么 他瘦到往下的一个重力加速度 ok 你可以这样去想象 好 一开始的出速度 水平速度多少 水平速度是b 他说经过一段距离的时候 他怎样 他会掉到q 那 他说每一格 他的长或高都是d 所以我们就来算 ok 你会发现 他y方向 会是多少d 你去算的话 会是1格 2格 3格 5格 6格 所以是6d 好 这是y方向的 位移 s方向你去算的话 你会发现他知道到d 8d ok 所以 跟我们之前在算那一个 水平炮射的时候 一样 高二水平炮射的方式 一样做法 所以 我可以写出两个方程式 第一个方程式 我知道说 s方向来看的话 s方向的话 我就知道 v 出速度乘上时间t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 8d 这是第一个方程式 再来第二个方程式 y方向的话 y方向会是 2分之1 at平方 这是我们 用以前的公式 因为y方向等于 是做自流落体 所以自流落体的位移 就是2分之1 at平方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6d 这是第二个方程式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解 这两个方程式 因为最后要找 请问你 他问说 请问此 带电粒子的电量 跟质量比 是多少 电量就是q q比上小m 会等于多少 你稍微有一些观念的话 你就知道 他在这里受到的力 他受到什么力 受到静电力 静电力会把它往下拉 因为它是一个 负电荷 负电荷在移动的过程中 电场向上 所以他会这样 受到一个向下的静电力 那这个静电力就像当时 以前我们在算的 我们说的重力 所以一样 F会等于ma 那这个静电力又等于什么 又等于 电量乘上电场 所以就q1 所以一向一向 你就会发现 m移过去 m移到右手边 q除上m 就是多少 加速度除上电场 A 那因为什么 因为题目 有给你什么 有给你电场 E 那 我有给你速度 B 就是没有给你加速度 A 所以加速度 它是一个 加速度 这边 我们说的这边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 是没有给你的 所以你不能用A表示 就要把A找出来的意思 好 所以A在哪里 A就在这里 A就在这里 这就是你要找出来的A 好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做 先第一个公式整理一下 时间T 可以把它写成 8 D 除上 除上速度 0 好 时间 把它带进去这边 因为时间也是 题目没有给你的 所以一样 1分之1 A 好 这边就会变成多少 88 64 64 D 平方 除上多少 除上D平方 然后对面会是多少 对面 右手边会是 6个D 所以D跟D先消掉 可以消的先消 然后1分之1 这边消可以变成32 好 所以我们32跟对面 可以不可以再消 可以 消多少 2好了 16 这边会变成3 所以能移向过去的通过 移向过去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加速度 A A会等于多少 A会等于 移过去 因为右边只剩下3 分子只剩下3 所以3 好 我们先把分母移过去 V平方移过去 V平方再分子 再来剩下16跟D 16D再分 所以你就知道加速度会是 是16D分之3D平方 好 找到加速度还没完呢 我们就要找 我们就要找这个嘛 对不对 他说电量跟质量相比 是多少 对 电量跟质量相比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写出来 会是加速度 比上电场 那只有加速度是题目没有给我 电场题目没有给我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算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16D 乘上电场1分之多少 3V平方 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答案最接近的应该是D OK 跟它一样的是D 所以D选项 好 再来往下看 继续看 第四题 第四题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我们先来看题目 它说有一个禁止 原本禁止不动的电子 OK 在电量是多少 E 它从一个这边出发 所以它从这边开始出发 一开始是没有速度的 那因为有这个 这边有一个电位 可以看到 电位 这边有一个电位 电位大强是多少 V1 OK 它让它从这边 因为你电位差 有电位 电位高 电子会冲 怎么样 电位很高的地方 往电位低的地方流动 那所以它就会怎样 它就会加速 在这边加速 所以它就会怎样 原本速度是0 加速之后 它就飞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速度 它就飞出去 那 题目 第四题 它先问的是 请问 它说 一开始它进入 电子刚刚进入偏向板 偏向板是哪一个 我用蓝色来标 偏向板指的是蓝色 这一段 为什么 为什么叫它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电板 那因为电子在这边 有了速度之后 因为它受到电厂的大小 所以它会这样 往下偏 所以这里它叫做偏向板 它说 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这个电子 刚刚要飞进去的时候 其实它问说 请问这个时候速度多少 一开始是没有速度的 因为它经过前面一小段 就是红色这一小段的 那个电板加速之后 它这个时候有一个速度 速度大小是多少 所以我们有两个方向去想 通常我们会 要找速度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 有两种方法 一你去从 运动学的角度去找 找出来 OK 再来第二种 运动学的角度去找 第二种 从能量的角度去找出来 OK 那当然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它都好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很多时候 某一个方法才能做 另外一个方法做不出来 OK 我们先来讲 如果是用 运动学 因为运动学就是指 我们之前第一章 第二章 学到的那些公式 OK 那三个 我说我常常会用到的公式 好 你就会想说 一开始 速速度等于0 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的公式就是 v平方等于v0平方 加上 多少 加上2as 那我们就要看 那什么 v平方 一开始 速度是0 所以0平方 后来的速度 那这是你要找的 好 加速度 加速度 你就去用 加速度 你就要用 那个 因为加速度 就我们刚刚一样 F 他在这里抽到 静电力是F1 F1 V等于mA加速度 那FQ等于Q乘上电厂1 对不对 那所以 你要去找出来 加速度 你就可以知道是Q 数上m 再乘上电厂1 可是题目没有给你电厂1 你没有办法算出来 对 所以 也没有给你那个 当然还有给你电量 电量就是这个 电量为1 OK 所以 你没有电厂 你很难算 那你就 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 你没有办法从这边去算 所以 这个方法不行 算不了 因为你没有加速度 OK 好 那所以这个方法行不同 那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只能从能量的角度去看 能量就是怎样 就是 我们之前学过的第八章 OK 第八章就是动能 胃能 这些去看 好 一样 只不过以前是重力胃能 现在我们把它看成是电胃能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就要用 我们就知道说 它在这一段 红色这一段 一开始是有胃能的 脱离之后 它就不受红色这一段 加速这边的板的 它胃能就用完了 飞出去就剩下动能 所以我就知道说 它的电胃能 会转化变成 变成动能 K 那可以吗 那所以我就知道 在这里 电胃能 我们就要想 电胃能的话 电胃能 U E 我就写ER K Q Q 除上R 那定位 等于什么 K Q 除以R 好 整个题目 它虽然给你 带电量 可是它没有给你整个版的 电厂大小是多少 OK 它没有告诉你电厂大小是多少 所以我只能用 我就只能用 电位能等于什么 Q 乘上 电位V 那题目有没有给我V 有还确实有 这个V1 有没有看到 它给我 那一个什么 电池的电压 就是这个电板的 那个电位大小是V1 所以我这边就要写成Q Q就是 Q就是我们的电子的电量 E 乘上 你的一开始在这边加速的时候 电位大小是V1 会等于 2分之1 MV平方 题目要你找速度 就找 把速度求出来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 电位我是用大V 那速度的话 我会写这个槽写的V 好 所以 可以移向我们通通移过去 所以 2 E V1 除上M 然后整个在开 根号 所以这就是它的答案 所以速度大小就是 根号 M分之2 E V1 所以答案是B 第四题是B 再来我们来看第五题 好 第五题的话 也是需要一点 思考一下 好 第四题 第五题的话 你看它写说 乘上题 请问 电子 偏 离开 偏离 偏向版的时候 横向的位移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图 把它图置过来一下 好 拿过来 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版 因为它现在已经飞过来了 像刚刚 我们刚才第四题已经算过它 飞出来 它现在在这里的时候速度是多少 速度是V 它告诉你V等于多少 速度V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是根号 M分之2 E V1 这是刚刚算出来的速度 好 现在它问你说 请问 离开 这个 现在偏向版 我们刚才说 离开第二次的偏向版 这个时候离开偏向版 蓝色这一块偏向版的时候 好 请问 它 离开出去的时候 它会往下偏 偏的这个长度 我们叫做Y 请问Y多少 好 题目有跟你说几件事情 我现在这里 长度 整个 偏向版的长度是L OK 为什么给你L 当然有原因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来 我们来看 还有V2 OK 这一段 这一段的电压大小 这一段的电压大小 是V2 刚刚前面是V1 我们就不用关它了 后面这边是V2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因为Y方向的位移 我们还是要用以前的 可以用到以前的那个什么 运动学的 那个什么公式 Y方向的话 因为Y方向其实就是在做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的话 一定是1 2 因为一开始Y方向是没有速度 那 Y Y方向位移 会等于1 2 AT平方 其实应该是说V07 加上1 2 AT平方 可是一开始初速度等于0 所以直接等于1 2 AT平方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你要去找出时间 时间你并不知道时间分多少 再加速度你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刚刚有一点经验说 加速度可以从哪一边找 从 它受力 它受到什么力 在这里它只受到静电力 静电力 就等于 等于 K Q Q 数上 8平方 对不对 那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电厂1 乘上Q 对不对 乘上 那个Q 那这里就是 MA 那加速度 我就可以把 加速度等于 m分之 Q 再乘上电厂1 可是刚刚 我们不是才讲 电厂它没有给你 没有给你电厂怎么去算出来 所以 电厂我们就要去找 那电厂 它唯一有给我的 电位 跟电相关的 就是它给我电子的电量 E 跟电位 V2 所以我这里其实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这里Q 就把它改写成 E 就好了 好 所以它唯一给我就是 电子的电量是E 跟 电位 V2 那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它收到电厂 我就想它跟 收到电位 V2跟电厂 E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同事写出来 E等于 再写一次 KQ 除以R平方 OK 电位 V等于 等于 KQ 除以R 所以它们有没有发现它只相差一个 相差一个 一个是R平方 一个是R 所以我是想说 那如果这边 变成R平方 我是不是得要先乘上一个R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 电位V 就等于电厂 乘上一个距离 叫做R 那只不过这个距离 我们叫做R 这个距离 我们就是 来我们来看 题目这边有写 题目 对 两个板之间 你看到 这边用蓝色的笔 看一下 两个板之间 距离为D 是哪一部分 就是这一个板 这一个偏向板的长度 长度是D 所以 其实这个R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D 所以我就可以整理一下 加速度A 就可以写成M分之1 然后 等于多少 因为电厂等于 电位等于电厂 乘上 那个 电板的间距离D 所以 电厂就可以写成V 除上D 也可以 所以把A带进去这里 把A带进去 可是还没完 你只找到 你目前只找到 先把它写完 二分之一 对 E除于M 然后 电位V 那 这个V是什么 是V2 这里的V是V2 好 V2除以多少 除以距离D 好 再来时间呢 好 我们以前都说 如果你要找时间 从Y方向下手 可以从Y方向去找 可是这里已经是Y方向了 你在算Y方向位移的时候 已经是Y方向了 你很难去找出 而且你 你就是要找它的位移大小 以前可以用位移大小去找出它的时间 可是现在不行 那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S方向 OK 我们来看 S方向 你知道S方向一开始的速度是多少 一开始的速度是V 再来你知道S方向它总共走了多远 S方向总共走了L的距离 那有没有想到V等于什么 其实速度V就会等于S方向来说的话 因为S方向速度就是等速度嘛 V会等于距离除上时间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从这里就可以找出 那时间就等于多少 时间就等于L 距离L除上速度V 所以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L除以V整个挂火平方 那这里是大V是电位V2 这个V是速度V 这个V跟前面我们这边算出来的这个根号 M分之2EV1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带进去 所以我们先来整理一下 对 把它整理一下 2分之1 然后M1上面是 电子的电量E乘上电位V2 好 这边就变成L平方 L平方我把它拿到前面去 好 这边L平方 然后前面去 好这边就是V平方分之1 V平方 根号就不见了 V平方分之1就要上下颠倒 所以 就会变成 2EV1分之小M 所以可以消的 我们就来消一消 小M跟小M消掉 电量跟电量E也消掉 那剩下的不能消的 我们就把它全部乘在一起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到 2乘2 4 4D 分母是4D 乘上V1 那分子是多少 分子就是V2 乘上L平方 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第五题 答案应该是A 答案应该是P 好 这是第五题 再来我们往下看第六题 题目说相距0.5mm的两个平行金属板 所以我们先画 这边有两个金属板 他说怎样 这两个金属板原本不带电的 每行距离是0.5 0.25mm 原本不带电 那我现在怎么样 通电 就是把它结上电池 这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他说电压是6伏特 OK 那整个过程的重点来了 OK 他说消耗了多少能量 消耗了4.8 层上10的不齐焦的能量 那请问 OK 他说 充电期间 金属板 有一片金属板 被移到另一片金属板 电子数目总共有多少 OK 我们先不要管下面 我们先来看 题目有没有 给我距离 D等于0.25mm 给我电位 V等于6伏特 再来给我 能量 其实就是什么 电位能 UE等于多少 等于4.8 乘上10的不齐焦的 焦的 好 重点来了 我们就来看 这边最有关系的就是UE跟V U 再写一次 U 电厂 电位能的公式 KQQ 除上R 电位V等于KQ 除以R 那 我就知道 U 电位能 等于什么 等于 电 量 OK 电量Q乘上 你的电位V 我也可以用大Q 用大Q OK 大Q 乘上 电量乘上V 电位 那 再进去 4.8 乘上10的 多少次方 乎7次方 会等于 Q 你不知道 这是总电量 然后乘上多少 乘上6伏特 所以一项一项 你就得到0.8 乘上10的 乎7次方 OK 这是库轮 单位是库轮 这就是你的 总电量是那么多 总共会有这么多电量 那我们先来看 他问有多少个电子 电子数目 我们先知道 电子 1 的电量是多少 一颗电子的电量是 1.6 乘上10的 乎7次方 那我们不用把真符号带进去 没关系 好 这是库轮 所以一颗电子 是这么多的电量 那我现在有0.8 乘上10的 乎7次方 所以我们就来算一下 总共有多少颗 所以n 就会等于 0.8 总共有这么多 0.8 乘上10的 乎7次方 除上多少 除上 1.6 乘上10的 负19次方 所以上面 把以上变成8 这边变成16 所以就变成等于 2分之1 好 这边 10的 多少是 10的 负7 底下是负19 负7 减掉负19 就得到 正12次方 所以就是0.5 乘上10的 12次方 那我也可以写成 多少 写成5 乘上10的 11次方 所以总共有 这么多个 5乘上10的 11次方 可答案是第一回 所以 这一个 这一回 第26回就是这样